中國GDP佔全世界1-2% 到現在17-8% 一定是很堅強的 否則在中間你應該調整幾次 你這樣的話 你不用擔心 10年、8年、3、5、7年 你直接就這樣 佔世界的17.5% 然後直接就這樣超越美國 你不是如有神祖 忽然間畫了一些外星技術 你才有這些水平 否則你沒有可能 1980年到2020年 整個upcycle 整整差不多接近40年 它中間是以地產驅動 你因何而慶就因何而失去 所以你現在的爆點一定是地產 看片之前 記得訂閱京一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鈴鐺 下載我們的App 還有還有 我們京一共肥計劃已經上線了 貼士物物送 有錢齊齊賺 快點訂閱吧 其實區域的破產是一個必然 對於一間負資產 你還要順序audit的數目 順序 到負四、五千億的公司 你可以怎樣重組 你是重組的空氣 難道你重組完之後 那個債權人倒貼嗎 大家要明白就是 當一間公司深度負資產 你是得據的重組 所以它的重組本身是一個行一個過場 債心保持的人過身 幫他行一個過場 本質上他是沒有了 所以恆大被香港的發展破產 其實是一個很正式現實的東西 但正式現實與整個行業或經濟 沒有什麼好或差 他還是繼續差 而他的差亦是很清晰的 所以恆大這件事沒有什麼指標 我覺得陸續還有其他公司會清盤 其實也不是公司白癡 公司其實也不准重組 只不過他是經政府會罵他 債權人有些人為何傻 他負資產最好 他也要跟他重組 他也要交差 其實大家內心深處都知道沒有了 一間公司 普通地產公司 只要出了是審負了 他大概短則一年長則一年半 一定會接近負資產 除非是身體的資質 天賦而稟才會不是這樣 否則就是負資產 而他一旦負資產 再復合一年 他便會深度負資產 這又如何重組 他是一個歷史的產物 已經是陳歸陳、土歸土 他都沒有比我更差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他會深化 所以現在他跟我們之前的疑測 用一個很文雅的字眼 叫出清 用一個比較文雅的字眼 他一定是要插到底 現在他在進行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 由恆大出事 2021年年終為一個起點 即是 which implies整個行業的崩盤 或者是出清也好 崩盤也好 或者危機也好 由2021年的6月到現在 這個階段 最主要是跌量 到去年11月 溫度已經是差不多縮了一半 50% 由18億平米 我估計應該是跌到差不多9億 是平米 去年11月開始 又進入了第二階段 量仲繼續跌 但一竟開始 跌幅就沒有那麼誇張 但不是說不誇張 是因為它已經跌了很多 跌了4、50% 但價錢在價速上跌 之前價錢不是跌了很多 由去年的11月到現在 大部分一二線城市 流價跌了2成 短短大概是兩個月左右 好像深圳的借口 有些二手楼现在只有6万左右 罗户有些二手楼应该只有30万多 这个大家可以说 你这样也很平面 到一两个盘 如果用那些比较公司的数字 就是昨天出了上市 头100强公司的一页销售 平均同比跌了30多 不到40 但这个其实是很严重的 因为去年的一月是春节 所以去年的一月是低基数 所以在一个很低基数的情况下 而且去年的疫情还未完全放开 它继续跌了30-30%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情况 但你说我是否经到标刊呢 其实是没有的 因为其实它是不是都要这样 所以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分别 就是这个一个月发生 或者两个月之后发生 是no difference 我自己觉得跌到明年的年终 基本上价和量就双双接近见底 就会在底部盘算 但盘算不代表即上 可能盘算几年 三几年才上 所以对于这种形状 我都没有一旦空手 我觉得这件事 例如通过三年或四年 完成的跌幅 假设它的水平跌一半 价跌一半 这是最基本消费的 这是算你进入一间餐厅 一个面是连餐蛋也没有的 债面也这样消费 能否再在底部盘算两三年 能否要在底部盘算 现在还未在底部盘算 所以很多人说跌了 其实很多人包括国内的经济学家 或者国内的很多分析 因为他没有见过过程度 其实如果你见过 九七年香港的程度 或者日本的程度 或者美国的程度 其实跌幅是大过这个很多 所以我刚刚说 双双一半是一个很有礼貌 和带有善意的价值 其实如果可以这样收货 我估计应该是 应该是叫绍松 香港跌多少呢 香港由九七年跌到2004年 跌了75% 量五指跌一半跌7-80% 日本80-80% 价跌80几 量跌80% 美国亦是差不多的 但美国的比较短一点 它很快就量宽 但那%的价格曾经跌过7-80% 所以当你比较确定它是一个崩盘的话 其实你说跌45% 这个其实是一个充满善意的一个价格 这个真的是最狡献的 当然我都欢迎是有些花神 因为人都需要有些生气 也不是有事 在沙漠里面太干 放两滴水给你舒服一下 也不少 但为何我觉得也不错 要是你记住 它是叫红木拔名单 如果你说公司拔名单 我也会开心一点 第二 红木拔名单就保你大 为何 因为现在公司还有很多 又漂亮又正又未配合的红木 它何来在地下抽搐 如果有的计划在那裏 那人应该现在也有嘴笑 所以红木拔名单 即是你跟一个人比较糟糕 你家里还有没有米 所以没有 所以它最后又是半局企公司的LTV 即之前抵押LTV50条到70 所以最后有受益的卖有些 亲戚 亲戚是指和政府有少少关系的企业 你说好不好呢 也是好的 因为我们原则上也不想见到这些公司出事 例如甘地 但你说对其他的民企有没有用呢 一间半间 龙湖可能有少用 新城有点点 其他我都不知怎样形容 因为它手上应该没有这些东西 其实宗席 因为它涉入了很多地产 它其实是一间财富理财公司 它的规模很大 有四间不同名的理财公司 有些说三万亿 有些说八千亿 其实没有实数 我估计一二万亿 那种终枝不会引起系统性风险 终枝最重要是重创了社会上广泛的有钱人 它的打击面是将社会上中层及以上 尤其是有钱人那里 接近都不至见者有份 但也是很普及性的 因为它有几万或几多 而且它的入场费都是几百万或几千万 所以它的影响 宗席就不会有系统性风险 但宗席会影响到 令整个国家进入消费降级 而我刚说的地产进入第二阶段的跌幅跌价 它也会影响到 地产的危机会分三层次 第一跌量影响整个产业点 和地产公司自己 以及各种债的债主 借钱给公司债的债主 银行、信托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跌价 第二层跌到整个社会的财富 因为整个房地产有250万亿人民币以上 有些说是300 有些是250 如果它跌两三成 社会财富蒸发几十万亿 这会影响到 广泛的消费降级 以及积极不少 这在去年11月开始发生 所以看到连茅台都跌 包括车都跌 所以这与痛缩是二曲同高 而现在正在发烤或进行的是第二层 所以无论是最近市的跌 中值的跌 其实都是第二层 第二层的 第三层是否会影响到地方债 或金融系统 现在政府正在做的围场 不让它放在第三层 首先它没有说有 是大家觉得它有 如果大家觉得有二万亿人民币 我可负责任或没有 为什么呢 首先就是我们要明白 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上 它现在要做的事情太多 例如在疫情时 它没有派消费券 没有赈灾 补交楼 没有准备数万亿 买南美楼 保护买楼的人 或其他东西 它怎会忽然间 跳出来保护股民和资本家 因为我们要明白每一个政府的执政基础 和保护的人 像美国 它是一个完全资本主义社会 它所有的事情 都会以资本家和股市升跌去考虑 而它做了它自己都觉得不耳皮 和不丑 当然丑不丑 有些人觉得丑 有些人觉得不丑 像我们作为敬禁 我们当然觉得不丑 但如果捉美国的一个 阿沈有两个都会丑 如果我们回到我们中国 它是以港大的浪民和贫民 为执政基础 所以它在排序方面 一定不抹予你资本家 如果其他东西全满足了 现在零零四四剩下股市的股民 可能它都会做的 因为它想经济好 想股市不跌 但现在前面那些人在排很多队 所以这个可以很负责任的话 我觉得两万亿基本上是天风而谈 第二就是两万亿根本没有这个编制的钱 中国政府出多少钱呢 其实它是不可以外国 不可以美国这样 忽然间有个特别预算 然后印钱 全世界只有美国 因为美国是可以印钱 中国的话 其实它就算有心要有个教士 它都一定要在三月 这个两会的期间 进行轮政什么 之后才慢慢推出 推出来都不知何时 所以那时一页说有这个 那些人都不明白中国政府的程序 所以它在道德排序上面它就没有 第二是在钱眼的描述性方面也没有 那它会怎样教呢 它也会教一些 它就会叫回金和社保 做一个人品 数一数数数百亿 数二三百亿一二百亿试一下 所以你看到0044 A股长期都有人在掃 四大国有银行和中石油 或者是中银洞这些 因为是掃自己人 所以回金 他不会掃中银洞 他就狂掃四大国有银行 因为他是他母亲 他买它不丑 不会出现什么事 所以看到哪里有人掃不掃 有时就会放少钱 在ETF 通过ETF 好像均匀点掃 其意义没有 政府之前出了条文 说是想动用海外 免费的钱买这件事 这件事是怎样考虑呢 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算盘 我是祝它是希望做得到的 因为对所有人都没有坏 但应该是很难执行的 因为其实就是我 富裕三部我要买东西 我在想袋里带的 你也不会帮我 他那件事是想广泛的 例如马里巴巴 腾讯 那些老闆在海外有很多钱 碧桂园老闆在海外有钱 国企央企在海外有些钱 他觉得很复杂 那些钱才换成人民币 我买A股 所以这件事在操作上 那些人肯不肯 第二件事 如果他动用局企和央企的钱 再回去换成人民币 这些是有专用的术语 叫双重结匯 因为他已经结匯过一次 双重结匯其实不是很正常的 所以这件事你就会知道 其实是一个美丽的祝福和期望 刚准亦是没有用的 首先我们要明白 中国是有很多不计其数的 中国的M2是296万亿人民币 其实比美国更大很多很多 但中国的经济体 只有美国的64% 但我们的M2应该有 美国老估大50%以上 所以钱是很多的 但我们看钱有几个层面 使用M2、M1 正常来说会用M2 M2是各种各样的钱 但中国现在M2的情况 有些叫空气钱 即是在空气中流动 或者在脑内流动 即是在银行之间流动 即是在银行之间流动 富士三国是放出来 但他没有放给你和我 也没有放给企业 在银行之间像一个幽灵 在银行之间 就会放来放去 在银行之间 其实他不停飘 在幽灵飘 其实这些是消失的 所以他在296万亿的M2 我记得M1才是 数十万亿 六七十万亿 这样的 才是六七十万亿 所以你会发觉 空气中的流动性 是很多的 但放在实质的流动性 是很少的 为何会出现这个怪的现象 就是因为他放了钱出来 现在一起说政治 所以银行根本不太想放给企业 尤其是民企 你不放给民企 你放给国企 你放给中石油 中海油 中石油 中海油 像中海油 他像中海油 他帐上有2000亿的现金 他都不缺钱 你放给他们 根本你用阿姨 他说 你不如抓住一阵 三点之后 又还不想给 可能我再借给 借给阿茂之后 再给阿茂的表弟 不停是这样 所以根本没有六度 真真正正要钱的人 所以你降准放出的钱 是空气钱 所以我们要见他真正正正 国内企业间的流动性 好了 看哪个数目 看M1 因为去年的 Total Social Financing 差不多10%的成长 即是增加了 M2又是9.6 9.7 又是9点多 M1线1.3% 这是真实的流动性 即是你袋里面 有多少钱 或者你银行里面的存折有多少钱 而不是你家里的股党有多少钱 所以你没有的 所以你放钢筋 又是那句话 好事 好事 但你说是否真的有实质帮助 就是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没什么实质的 吧 至少 还不想就认识 现在维修的 也能不想 有词 如果 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